為了讓學生實在教育動物 中華中華三豬會 特別到民生高校基本體驗活動 希望透過真實的教育和感慨 讓小朋友對動物有更真實的感受 第一次摸到爪到地圖中的動物 學生雖然緊張 但是都很勇敢 對 輕輕摸牠們 不要牽牠 不要捏牠們喔 那邊還有舌頭皮 好恐怖喔 牠舌頭會吐 吐舌頭就是在聞味道 為了要讓教育裡面的小朋友 可以學習平常很少讀到的動物 中華中華三豬會 將這麼看的動物 帶到小朋友的面前 透過真實的教育和感慨 讓小朋友有真實的感受 也後來對一些動物的鼓勵到驚訝 真是對大自然的愛 讓他們未來對自然保佑 可以驚訝重視 我們今天來民生國小 舉辦愛上大自然 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其實我們獅子會的服務精神 就是除了說 我們會到海邊去做環保義工 去撿垃圾 那我們在動物的方面 也要做一些環保 所以會一直到學校去 找一些我們縣內的學校來舉辦 我們這個讓學生可以去有機會去接觸到很多外來的或者是我們本地的那個動物讓他們了解 校長很感謝塞主會提供的機會讓學生遞到不一樣的體驗 非常感謝這次中校市職會會長跟張美市職會的會長兩位會長這麼好這麼好的一個機緣 把這個很好的我愛大自然的一個生態教育展帶到民生國小 那麼這樣一個難得的機緣我們是可遇不可求 那今天的這個教學主要是讓小朋友實際去了解 收集過來的這些30種的這個兩棲的一個爬蟲動物 那小朋友可以說大開眼界 同時他們也都可以去很好的去體驗 什麼體驗呢 就是去觸摸 那從小朋友這樣的一個表情 可以真正發覺他們的體驗是很真實的 我想除了課本的知識之外 這個課本之外的一個知識呢 透過這樣實際的一個教學 小朋友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現場有幾老中的爬蟲動物 提供給學生實施 在專業人所的培養到感慨之下 讓學生竟敢了解 並請親自來接受這塊動物 新中華新聞 林素晉中華 蔡宏報道